大家好 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即将到来的超级雪月 就在这个星期三 5月26日的晚上 将会有天文奇景超级雪月登场 雪月是什么呢 雪月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银白色的月亮 会变成雪红色的挂在天上 看起来会非常的震撼 而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或西方 都会认为超级雪月是不吉利的象征 但是事实上雪月真的是不吉利吗 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是古代人 你平常看起来很正常的地方 忽然间流出雪来又带点刺痛 那当然你会觉得事情很大条了 所以他们会把雪月当成 事情不妙的征兆是很合理的 但是当你了解其中背后的科学原理 你就会知道一切都只是美妙的巧合 那造成雪月的原因是什么呢 雪月其实就是由月始所造成的 你想象一下我的拳头就是月亮 我的头就是地球 然后在我的正后方会有着一颗太阳 当我的拳头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可以被我后方的太阳光照到 所以我的眼睛可以看见我的拳头亮亮的 而当我的拳头跑到我的正前方的时候呢 理论上我的拳头就会被我头的阴影所挡住 所以我就会看不见我的拳头 但是刚刚有提到我的头就是地球 而地球表面呢会有大气层 所以我背后的太阳光经过我头四周的大气层 就会被漫射开来 而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呢 就会照射在我的拳头上 让我们看到红色的拳头 也就是我们会看到的红色月亮 雪月 那雪月就雪月为什么会叫做超级雪月呢 那就跟超级赛亚人一样 前面加上的超级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 超级雪月呢 就是雪月遇上了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就是因为月亮按照着 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地球转 有时候会离我们比较近 有时候会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当月亮离我们很近的时候呢 看起来就会大很多 按照三远绝三小的原理 当满月离我们很近的时候呢 它尺寸看起来会大上了14% 亮度会增加了30% 所以超级雪月呢就是超级大的雪月 那虽然月时时间都会持续比较久 但是完美的月时时间呢 其实是在这一次的晚上的7点9分到7点28分 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在这个时间你只要抬头看向东边的天空 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超级雪月了 好的 这次超级雪月就为大家说明到这边 那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要记得按赞跟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们还想要知道 什么有趣的科学故事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哦 谢谢大家